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毕业季 我在寝室望着一堆悲剧的offer 哭天喊地 而我的富婆闺蜜 已经准备好含泪回去继承家产了 我真的好讨厌被人骂做富二代 我觉得这就是对我能力的侮辱 顾蒙咬牙道 我蹲着给大小姐奉茶 奴婢倒是想替您承担这些 可惜没那个命啊 顾蒙叹了口气 她突然伸手抬起我的下巴 哎,我瞅着 你这小脸长得不错 不愧是怨花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弟呀 我差点一口水喷出来 什么 嫁给你弟 你还有个弟弟 是啊 顾蒙笑咪咪地说 我爹妈说了 我俩谁先结婚 就选谁当继承人 只要你帮我这个忙 一千万 我直接打你卡里 到时候你再跟他离不就得了 一千万 我的节操 不允许我不出卖他 亲姐 什么时候让我见我未来老公 顾蒙也很速度 当天下午就给我安排上 和他弟弟见面了 只是当男人顶着一众的蛙声 缓不走来时 我的下巴都要被惊掉了 顾晨 顾蒙的弟弟居然是顾晨 我为什么才知道这件事 怎么样 我地帅吧 清北大学的高材生 校篮球队的 公认的校草 还被星探挖过好多次呢 顾蒙还在卖悠悠品茶 我已经按捺不住 抓起包就要跑了 我突然肚子疼 先失陪一下 我不顾他的喊声 拼命拿手无脸 想要逃出去 却不成想 还是被人一念堵住了 很清淡的古龙香水味 扑入鼻尖 男人攥了一下我的手腕 确认我不会歪倒后 又慢慢松开了手 周遭所有的喧嚣 仿佛在这一刻 悉数湮灭 只剩 许熙渊 好久不见 很清润平静的音色 却带着说不出的蛊惑 仿佛让我一瞬间 回到了那年夏天 穿校服的他 也是那样扶住我的肩膀 少年的脸上还带着笑意 渊渊 慢点跑 再快 就撞进我怀里了 他当时似乎是已经笃定 我们会在一起 可他没想到 就是从那次篮球比赛 他在众人面前 牵着我的手 把我带上领奖台 将奖牌很认真的 带到我脖子上后 我就消失不见了 我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无数次试图挽回和寻找 都没有用 收拢了思绪 可我的手 还是没有从脸上放下来 不好意思 你认错人了 我哑着嗓子 嘴硬道 是吗 男人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 漆黑深邃的眼睛 透过我的指缝望进来 男人没烧烧痒 姐姐 这次你又要跑到哪去 说话间 顾蒙已经追过来了 他没搞清楚状况 以为是顾晨撞到我了 还大大咧咧地闹着他 给我道了歉 天知道 我现在都快要哭出来了 早知道是顾晨 别说一千万了 就算是一个亿 好吧 我八成也许可能会接 可那是顾晨啊 目睹过我所有狼狈不堪 甚至到最后 是被我伤害了的顾晨啊 就在我情绪濒临崩溃的时候 顾晨抱胸已在沙发上 一直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 顾蒙笑嘻嘻地问他 怎么样我闺蜜好看吧 之前让你来你还不来 现在怎么样 这个婚你满不满意 顾晨没有说话 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发现他还在看我 快拒绝吧顾晨 我不怪你 当初我伤害了你 现在你还回来是应该的 我在心里一边嘀咕 一边祈祷 然而四目相对 顾晨只是勾起了嘴角 他微微向前探身 眼瞳中仿佛有满池碎盲蹦散 我听到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很满意 当天下午我和顾晨 就被顾蒙窜夺着领了结婚证 登记的时候 周围好几对小情侣 不住地往我们这边看 还有人忍不住来问我们 是不是什么电影明星 照往常 我肯定要激动地发个朋友圈 吹一波 可现在吗 我看着顾晨 神色淡淡地拿笔签字 在窗边阳光的沐浴下 他像中世纪油画中的王子一样 一丝不苟 可我却无端瞧出了几分不甘和畅茫 拍合照的时候 我好心提醒他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顾晨却是瞧着我怒激返笑 许熙渊 你拿我当什么人 你是不是以为我很随便 我不敢直视他 只是小声说 我看你也不太乐意 以后八成还得离 然而就在这时 摄影师突然大声道 请帅哥美女看镜头 我猝不及防 被顾晨直接揽入怀中 他在这一刻笑容明朗 而傻傻盯着他的我也被录入镜头 后来查看照片的时候 顾晨连声嘖嘖道 许熙渊你大可以不必这么划持 反正以后我人都是你的了 听到周围人有偷笑的声音传来 我神色自若地说 其实我是看你跟我结养的一条大狼狗长得挺像 就没忍住多看了两眼 嘴见完我就跑 却不敌身后男人胳膊长 直接把我捞了回去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腾空而起 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顾晨当人形挂剑似的摆在了身上 他的语气十分自然 好 我也想见识见识狗借的自己 说完 他不由分说抱着我往外走去 身后传来一阵惊呼声 刚出大门 顾晨就像卸货似的把我扔在地上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才勘探站稳 气得破口大骂 你想摔死我呀 顾晨看着我攥着他胳膊 挑高了眉毛 这么轻 你有八十斤吗 我瞪他一眼 老娘九十六 说完 我就一把推开他往前走 身后的顾晨笑了起来 当初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你都一百多了 现在长高了还变瘦了 这句话一出 我的脚步不受控制地慢了下来 恐怕全世界只有顾晨认为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不过那时候他对我真的很好 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好吃的都买给我 我成绩不好 他就熬夜给我整理错题集 一道一道奖给我 上学放学我只需要走出家门 因为他一定会骑着单车在门口等我 所以我体重的巅峰就在高中时候了 现在想来他当初简直就是在喂猪 谁见我都说哟 高三伙食不错呀 脸又圆了一圈 沉浸在回忆中的我还没说话 顾晨已经走到我旁边 我想吃牛排了 一起 不去 我这么说着 却是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我最喜欢吃牛排了 尤其是市区那家 可就是太贵了 又难以抢位置 所以我一般都是刷小视频解解馋 真不去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诱哄的意味 我一咬牙 狠心拒绝 不去 这是生气了 顾晨慢慢地弯下腰 嘴角带着深深的笑意 他在我耳边发笑 眼睛还注视着我 老婆大人 是不是因为 为夫没给你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不开心了 近距离看着顾晨上挑的眼尾 带着抹烟红 我还是避免不了 会怦然心动 毕竟当年 我就是被他这双眼睛给迷住的 当时高一开学报道 我正好排队站在了他的前面 天太热了 感觉队伍排得遥遥无期 我随意地往后看了一眼 没成想 正好和他那对淡淡的毛子对视上 同学 天有点热呀 居然是顾晨掀开的口 声音轻烈沉静 对 对呀 是啊 天好热呀 哈哈 然而还没等我小路乱撞完毕 他面无表情地俯视着我说 那就别凑我那么近了 你已经踩在我的鞋上了 我已经慌忙抽身 周围有压抑的笑声响起 原来多年后再见 我还是会同样喜欢上他的眼睛 那他是否也同样还有一点喜欢我 顾晨 我忐忑地开口 可下一秒 一个戴墨镜的高条女人撞过来 女人的面容精致绝伦 哪怕此刻她正在抽气 可淳衣就是妩媚地上扬着 陈 你就是因为她才不要我的 这声音一出 我立马知道她是谁了 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 陈恒景 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 是我曾经在闺蜜那听过一个爆料 好像陈恒景被坑签了个特别狠毒的经纪公司 日子过得比普通人还惨 她在荧幕中光芒万丈 此刻却带着恳求与崩溃的音调 对顾晨说 你告诉我 我哪里不好 我改 我都改行不行 能不能别不要我 顾晨恢复了那副淡淡的神情 她看了我一眼 不动声色地后退两步 甩开女人的手 微笑道 陈小姐 我和你并没有开始 又何来中气 陈恒景张开嘴巴 嘴唇颤抖 却是说不出话来了 街上行人人来人往 她情绪激动 却不得不压着声音 终于 她看向我 突然悲怆地笑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 我从前就觉得 你心底一定是藏了一个人 顾晨 你说过我惊讶的样子很美 而她 原来如此 可我还把你当成 是这世上唯一对我好的人 陈恒景决然地抹掉 眼角流出的泪滴 转身上了路旁的 一辆黑色轿车 而顾晨虽然一言不发 但目光却追随了她片刻 然后收回 静默中 我知道该到我发言的时候了 我问 这是不是白月光和替身的剧本 顾晨 我私存片刻 忠心道 所以其实你已经在 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她 现在你要开启 追七火葬场了 正好民政局在附近 咱俩把婚 离了 这两个字被顾晨伸出的一根手指 封在了我的唇齿间 方才的清冷高贵 早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眼饭桃花的男狐狸精 离婚是吗 顾晨笑眯眯地揉了揉我的头 将我的头发悉数揉乱 她眼底的笑容一点点退去 你想都不要想 下一秒 她不由分说 拉着我往前走 我几乎是连跑带跳 才能跟上她的步伐 吃饭 堵住你的嘴 我本以为陈恒景的事情 就会这么过去 可我没想到 吃饭时 我在热搜上看到了她的名字 艺人陈恒景自曝 已经名花有主 神秘男友究竟是谁 而在陈恒景那条 所谓的官宣微博里 有一张图 图片中有一个男人的身影 我一眼看出 就是顾晨 原来就在刚刚 那辆黑色轿车中 一直有人在偷拍我们这边 我正要把这件事告诉顾晨 她先一步接通了一个电话 喂 电话那头 传来女人绝望的哭声 对不起 晨 又是他们设计我的 微博不是我发的 照片也不是我拍的 都是他们 是他们 啊 电话被人掐断 顾晨手中的刀叉停住了 与此同时 我收到了一条微信好友申请 敢不敢赌 他是会选择你 还是选择我 哎哟 我突然发现 这个陈小姐 挺不一般的 难道说 她之前一直在对着顾晨 卖惨 看着顾晨手中的刀叉停住了 我的好胜心突如其来 陈 我脚柔造作的开口 人家要喂喂 顾晨用一种很惊悚的眼神看我 他不自觉地裹了裹领子 我趁机抽走了他的手机 喂我 我恢复了正常语气 他的嘴角抽了一下 顾晨把切好的牛排放到我面前 双手抱胸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不再有任何动作 有一瞬间 我差点以为他 还会像高中时候那样 对我言听计从 不过现在这样才对 他就应该对我冷处理 从我这找回他丢失的尊严后 再把我一脚踹开 于是我含泪拿着一千万 过上了离婚独居的富婆生活 许希渊 就在我浮想联篇的时候 顾晨突然叫我 吊灯下 他漆黑的眸中有流光微转 撒个娇 哥哥就喂你 然而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铃声 不合时宜地响了 顾晨看都没看 就直接挂断 然后电话再次响起 他再次挂断 当铃声第三次响起的时候 顾晨已经拿起手机 想直接扔出去了 且慢 我及时劝阻 举起手说 这次好像是我的手机响了 我好意外 顾晨的手机铃声 居然还是当年我给他设置的 那时候我特别痴迷于一首歌 What are words 被这首歌幕后的故事 感动得死去活来 顾晨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束手无策 只能抱着我连声轻哄 也是那时候 我顺道把他手机铃声 也改成这首歌了 你别多想 他恢复了淡漠的神情 我只是习惯了 手机铃声还在继续 他慢慢地补充说 其实当时找不到你我也就算了 我很快就走出来了 不知为何 我听出了些许心酸 下一刻 我看到自己的手不听使唤地伸出去 摸了摸他的头 乖 姐姐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随即在他满头黑线时 我将手撤开接通电话 是顾蒙打来的 他那一嗓子 差点把我送走 什么情况 顾蒙果然是看到 那个热搜 并一眼认出了 其中男人是他亲弟 我听到顾蒙强行平静地对我说 告诉我顾沉在哪 姐弟一场 我会送他体面地离开 我沉默了 顾蒙 渊渊 你别护着他 我们顾家不需要这种不守难得的男人 顾沉的嘴角逐渐勾了起来 我看了一眼他 扭过头捂着话筒小声道 顾沉他现在就在我旁边 我刚才是给你发地址呢 顾沉 顾蒙 哦 好 我这就杀过去 二十分钟后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顾蒙的劈天神掌上来就落 也是在同一时间 顾沉一个帅气的侧身站起 姐 你来了 顾蒙抬头看着比自己高了一个头的弟弟 感觉气场一下子没了 怎么回事 难不成你真喜欢那个陈恒景不成 顾蒙看了看我 咬牙切齿地对着顾沉说 你忘了咱们家男子娶妻的家规了 顾沉 哦 什么家规 顾蒙一脸认真 娶妻不得娶陈姓 名中第二字不得是恒 第三字不得是井 这个家规怕是顾蒙自己定的吧 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 顾某人每天都给我带很多很多吃的 各种进口食品琳琅满目 那时候我觉得不好意思想要拒绝 他就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我们顾家家规 必须要给朋友吃的 尤其是这个朋友比你矮18.32公分的情况下 我默默服侍大小节坐下 把他的最新款LV包包单独放在一个位置上 顾沉顺势坐到我旁边 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胳膊正好搭到我的座位上 手半悬在我的肩上 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 照片里的人是我 顾蒙已经欺诈了 这还用说吗 热搜挂了已经一个小时了 你管都不管 早就有人扒出是你了 你自己看 你那零动态的微博号都被人扒出来了 现在粉丝都涨到50万了 我一个机灵打开微博 陈恒景那边绝必是早有预谋 他微博才发没多久 就有一条现在已经被鼎为热评的评论出现 说的是 这不是某某集团的顶级富二代故城吗 跟姐姐好配 999呀 现在热搜词条都是 女明星和富二代的童话爱情 小说怕事都不敢这么写 豪门贵公子颜值胜过娱乐圈顶流 而就在我点开热搜又返回的这回功夫 顾城的微博粉丝竟然已经破百万了 百万啊 他那个破号头像是只鸟 名的还是个十一 就这都破百万了 而我勤勤恳恳试图更新美妆分享 劳作了快半年也才三万粉丝 其中两万九都是顾蒙看不过去给我买的 而且我还注册了好几个小号 关注自己 刷这么久 是有什么感想吗 顾城一直注视着我 我抬起头 诚恳地对他说 哥 你真的火了 下一秒他 直接把我手里的手机夺走了 别看了 顾城 这个人根本不是我 他修长的手指 在屏幕上敲了敲 片刻后 他微博发了两张高清大图映入眼帘 其中一张是他本人自拍 穿的就是照片里的这个毛衣 另一张是陈恒景图片里 男人的放大版 这么一对比 好像有哪里不对 尤其是那个logo图案 顾城的配置很简单 看清楚了 本少爷从不穿假货 噗 我没忍住 直接笑出了声 原来顾城早就提前收到了消息 更改了陈恒景手中的照片 微博下面的评论迅速炸锅了 刚才还兴致勃勃磕CP的人都磕不起来了 陈恒景的粉丝 惨遭打脸气急败坏的前来辱骂 结果被顾城的少女眼粉们 很轻易地撕了回去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热搜词条迅速更新 但更多人是注意力落在了顾城这个钻石王老五身上 纷纷发薄求问男神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就在我看着这些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 突然咔嚓一声 顾城举起手机自拍 把我也照了进去 顾城你要干什么 不准拍我丑照 我扑过去想要夺他手机 结果他一站起来 我就没办法了 顾城单手将我按在怀里 不让我动他 另一只手已经堂而皇之地在我面前将这张照片发去了微博 配字 捉惊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我知道 微博又要瘫痪了 当天晚上 我的微博脱顾城的服务也开始涨粉 之前的微博来不及删 对非粉的评论被人扒出来挂了出去 我看到有人不甘心地去艾特顾城 这个女生性格那么差你也喜欢 她除了长得好看点学历高点 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啊 配不上你 这个女的脾气太大了 结婚后有你瘦的 我翻了个白眼 然而就在我准备点退出的时候 我看到顾城回复了其中一条 她说 脾气大吗 我宠的 顾城 八成大概也许 就是有点喜欢我吧 顾蒙告诉我 陈恒景在遇到顾城之前 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艺人 是一次酒局 她喝了好几杯酒 鼓起勇气走向顾城毛遂自荐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她疯了 因为顾城坐在那浑身 都散发着生人物尽的气场 加上这位也背后全是滔天 大家都怕一个惹她不高兴了 再被封杀 没想到陈恒景竟然成功了 顾城那夜如往常一般 独自喝了很多的酒 离开的时候 把陈恒景那一桌的单一起结了 她虽然此后没再接触过陈恒景 但却默许故事集团 推给了她很多资源 可以说 陈恒景能有今天 离不开顾城的支持 也是因为顾城 陈恒景在圈内无人敢惹 不过她总是说 自己经纪公司对她很差 我们都很忙 也懒得正是真伪 顾萌在电话那头叹气道 演员吗 我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 她那些事是真的假的 我弟对她应该就是怜悯吧 不过要说为什么唯独怜悯她 我听我弟助理说 是因为陈恒景有些地方像一个人 至于那个人是谁 我弟助理也不知道 打完电话后 我躺在卧室的床上 久久不能入睡 顾城的房间就在隔壁 我也不知道她睡了没有 我想了想 提不往她的房间走去 门是虚掩着的 里面很黑 看样子应该是睡了 算了 我本来想走 可鬼使神差的 我悄悄推开了门 里面弥散的烟味 差点把我熏死 一抹修长的人影 一直站在窗边 她在我进来的那一刹 掐灭了指尖的香烟 把窗户打开 顾城你竟然会抽烟 我捂住鼻子 不停咳嗽 她却笑了起来 是啊 我没忍住 上前打了她一下 你当时不是说不抽烟吗 你还说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顾城人由我打 半晌 她在吹来的夜风中 弯起眉眼 那时候我确实是不会啊 距离她很近 鼓龙香水味 伴随着淡淡的烟味 扑入鼻尖 我的心脏很清晰了一下 接一下跳动起来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男性荷尔蒙 然而还没等我确认 她突然低下头 视线落在于我平时的武功分处 徐熙渊 那你这个点来我房间 想干什么 我立即摇头 驱散了脑中邪恶的想法 睡不着 想跟你聊聊 她恩了一声 顾城 我深吸一口气 你还喜欢我对不对 没等她回应 我继续道 当初我一声不吭转学 拉黑你所有的联系方式 你不怪我吗 静默中 顾城缓慢地笑了一下 她慢慢地说出了 让我无比心疼的字眼 怪过 但 那又怎么样呢 徐熙渊 我再见你 还是会无可救药地爱上你 我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对你好 我知道自己很没有出息 可我 就是没办法忍住不去爱你 曾经清冷高傲的少年 为我弯腰折入尘埃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可以变得无比卑微 卑微到允许她不爱自己 她的语气淡淡的 睫毛半垂 我终于是控制不住 自己用力抱住了她 顾城 把烟戒了吧 以后不会再苦下去了 那年 我转学不为别的 是因为我父亲重病 家里为了治疗把房子卖了 母亲带我转回老家 那天我带着母亲亲手做的蛋糕 想要去找顾城告别 在她家富力堂皇的别墅花园外 我看到她被众星捧月扳围着 身边是一车接一车的点心 还有成队的仆人 渊渊喜欢这个口味的 这个可以她挑选着 嘴角很自然地扬起 可我站在围栏外 泪流满面 我手中提着的袋子 在这一刻显得无比寒酸 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做阶级差别 什么叫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父亲的病情还在恶化 我们以后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顾城如果知道 一定会不顾一切帮我 可我不能拖累他呀 他是高高在上的王子 而我不是住在城堡的公主 我突然好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 为什么要让差距那么大的两个人遇见 我真的好差劲啊 顾城 再见 我拆开袋子 把母亲做的蛋糕塞进嘴里 我泪流满面地吃着 想象吃的就是顾城此刻 想要送给我的糕点 顾城 再见 可你没想到 后来你还是为了一千万嫁给我了 顾城慢悠悠地说着 我额头划过一滴冷汗 正要推开它 却被他抱得更紧了些 其实那一千万是我给的 我一惊 我姐介绍你给我 自然要先说清楚你的条件 不然我怎么肯去相亲 男人在我耳边倾笑 许希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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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我做梦都能念出来 若非是你 我又怎肯答应 第二天 顾城取消了 陈恒景方面 所有的相关合作 陈那边再也不能打着 他的旗号拉资源了 而那个微信小号 再次发来了验证消息 许小姐 能聊聊吗 我通过了 我真诚地对这个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高端绿茶发问 你再三加我 就不怕我告诉顾城 对方也很实诚地回答 我相信你不会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 女人最喜欢的 是用细节验证自己的猜测 而不是直接通过言语 获取答案 好吧 她赢了 不过 我跟你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已婚勿扰 护衫谢谢 等等 陈恒景发来了一张照片 你跟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你跟她应该有吧 高三转学后 我曾遇到过一个 给予我无限温暖的人 那年她大三 来我们学校实习 笑貌俊朗 很爱笑 加上比我们大不过几岁 班里很多女生都爱慕她 她教音乐的 是艺术生 会指导女生弹琴 会跟男生一起打篮球 她对每个学生都很好 对我也是 那时候我由于家庭和其他原因 一度陷入自闭 总不爱说话 上课也喜欢自己 坐在角落里 是她主动走进我的生活 陪伴我 鼓励我 她会亲手做便当 和我一起吃中饭 也会耐心地陪我解开一道 又一道难解的数学题 她会记得我的生日 她会在晚自习下课后 我独自走进那条黑暗的小巷时 一步一趋地在身后保护我 只是渐渐地 年级里开始有了不好的传闻 可我们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她离我最近的距离 也不过止于食堂的桌间 后来她被校长叫去谈话了 直到她收拾东西离开学校时 她都是温柔 和须地笑着对我说 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渐渐要继续做一个阳光快乐的女孩子啊 思绪如尘埃浮去 我已经站在了她酒店房间的门外 敲开门的那一瞬间 我的呼吸都在颤抖 杨老师 杨明泽 五年不见了 五年过去 她的气质依旧温润 看人的眼神永远是柔和而充满善意 是渐渐吗 我用力点点头 渐渐 杨明泽的眼底有些泛红 她看着我温声说 看起来更漂亮了 她伸出手 好像是想要拥抱我 但最终还是停在空中 慢慢地握了握 然后垂下 外面冷 进来吧 杨明泽侧身 我进入后 她并没有把房门关闭 杨老师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我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 后面有没有影响你找工作 我呀 转行做自媒体了 杨明泽倒了杯温水递给我 在互联网上 还可以 去年跟朋友和开了一家公司 收益倒还可以 我点点头 那太好不过了 当年我很遗憾 没有留下她的什么联系方式 万万没想到 最后会是陈恒景 将我的牢底都查出来 还告诉我她在哪 你呢 她凝视着我 嘴角显见得没有笑容 你过得快乐吗 还行吧 我笑着说 比之前是有钱了 我现在很有钱 还想请老师吃晚饭呢 杨明泽唇眼笑道 我早就把晚饭戒掉了 顿了顿 她沉声说 听说 你结婚了 直到她结婚了 你们孤男寡女 就不该同处一事 房间的门 不知何时大开 而顾晨和陈恒景 正站在门口 陈恒景说完后 就率先走了进来 怒气冲冲地指着我说 陈 这就是你捧在手心里 心心念念了 那么多年的女人 现在她居然在 光天化日之下 就给你戴绿帽子 这位小姐说话前 请考虑清楚 杨明泽冷冷地看着她 我跟渊渊多年不见 正常叙旧 我连房间的门都没关 足以见我们心思成名 心思成名 陈恒景冷笑道 心思成名就不会背着 人家老公私自见面了 谁说她没告诉我 一直一言不发的顾晨 终于说话了 她拿着一个袋子 对我伸出手 渊渊过来 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可乐鸡翅 迎着陈恒景惊恶的目光 我蹦蹦跳跳地跑过去 老公真好 她没想到吧 我来这之前 就给顾晨发过信息了 尽管当时她在工作还没回我 但我相信她看到后 一定会信任我 顾晨宠溺地揉揉我的头发 帮我打开筷子 夹着鸡翅味进我嘴里 陈 你 那你 陈恒景亮呛着后退两步 很艰难地说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过来 因为我老婆没告诉我地址 顾晨神色淡淡 理所应当地回答 而我怕她饿了 给她送点吃的过来 顾家家规 老婆必须要有老公亲自接回 陈恒景脸色一会青一会白 她终于是忍不住 戴上墨镜跑掉了 此刻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我又咬了一个鸡翅 顾晨在我头顶说 谢谢杨老师高三那年 对渊渊的照顾 她的声音很真挚 我不禁愣住了 不要惊讶 陈恒景能查到的 我当然也能 所以还是多谢你了 杨老师 顾晨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名片 放在桌子上 当年的事 确实是委屈杨老师了 我知道 您不屑于一些俗物报酬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还请杨老师不要客气 说完她摸摸我的头 回家了 小蝉猫 然而就在我们即将 踏出门的那一刻 杨明泽开口了 顾先生 当年我并不是被诬陷的 空气安静的 连一根针掉在地上 都能被听到 杨明泽垂眼浅笑 我确实 有被诗得 我动了不改动的心 我愣住了 下意识地去看 顾晨的表情 他依旧是淡淡地笑着的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颜色愈发晦暗 啊 杨老师也知道 是不该动的心 那就继续把这份心藏好了 杨明泽笑着继续道 很遗憾 当初我们遇见的时机不对 现在也是 终究是彻底错过了 顾先生还请放心 我杨明泽喜欢一个人 并不一定非要得到 我会永远守护他 他需要我便在 他不需要 我便会退一步保持距离 他不会需要的 顾晨冷冷地说完 牵着我的手离开 出门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一眼 杨明泽站在原地 他和我对视的那一眼 我有些心虚 而他很温柔地弯起眼睛 电梯间里 我终于是忍不住问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杨明泽的存在啊 顾晨扫我一眼 气急返笑 你微博底下最活跃的那个人 你没跟他联系过吗 我的眉头一跳 就我那全是僵尸粉的微博 确实好像有个人总是坚持 给我点赞评论 也会很阔绰地出手打赏 但他的话都十分简单 加油 相信自己 你可以的 就这些话 我还以为是顾蒙小号呢 我怎么会想到 要跟他联系 你说那个人是杨老师 不然呢 顾晨刮了下我的鼻子 不过 也幸好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知道自己没能力给你幸福 就保持距离 等等 我狐疑地看着他 我微博底下 好像有两个铁粉标志的人 那另一个是谁 顾晨猛地咳嗽了起来 我印象中 与那个只知道喊加油的粉丝不同 另一个人与其说是铁粉 倒不如说是黑粉 因为他偶尔发出的评论都是 还行 讲解得很好 以后别讲了 这个颜色 有时候的评论仿佛还带着点不怀好意 博主这么漂亮 还没有男朋友吗 喜欢什么样的 用不用我帮忙介绍啊 他说过最人话的一句是 博主以后可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但这句话由于是从他手里打出来的 我默认为阴阳怪奇 所以那个人是不是你 我一把揪住顾晨的衣领不许装傻 他无可奈何地转过头来 一副你说是就是把个样子 果然是你 我沮丧地松开他的衣领 那这么说来 我仅剩的两个火粉都是你俩 看来是真的没人关注我 我就没有大火的命啊 有啊 顾晨深深地看着我 嘴角笑意一点点显露出来 你一个人拍没人看 加上你老公 不就有了吗 电梯到了一楼 直觉告诉我此刻该溜 可我还没跑出去 就被人捞了回来 男人已经按到了负一层的停车间 渊渊 你还记得 高中的课间 我们做过最冒险的事情是什么吗 负一层到了 我跑出去 被他追上 将我按在角落的墙上 不 记得 那我帮你回想起来 顾晨勾唇玩耳 低头在我嘴上印下一吻 而后用力加深了这个吻 现在 这是惩罚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都过得很忙 因为顾晨要与我一个最盛大的婚礼 他说他要向全世界昭告 宣示对我的所有权 而微博都在科CP的同时 陈恒景意外宣布退圈了 他发来这样一段话后 就把我删除 终究是陪伴不敌天将 我用尽心机尝试过 我败了 或许从一开始 他希望留下的人就不是我 我还傻傻奢望 能凭借像你的那一丁点 和他的怜悯 将他锁住 娱乐圈于我没有任何意义了 祝你们幸福 我把这段话给顾晨看 他看完后皱起眉头 那杨明泽呢 他是不是也该离开这里了 我对这个亚洲猝亡无语 这天是婚纱的时候 顾晨在婚纱店 遇到了他的一个发小 对方很自然地给他递了根烟 顾晨立即拒绝了 干嘛呀 高三时候不就会抽了吗 这会突然戒了 我正在试一间换衣服 闻言停止了动作 你赶紧走行不行 我老婆不让我抽 顾晨的声音懒懒的 还挺得意 男子笑了起来 行行行 就你我老婆 兄弟群里说八百遍了 不过我还真挺意外的 当年不是有个妹子 让你死去活来 要了你半条命吗 你单身了这么多年 这会放下她的这么快就结婚 顾晨语调散漫 他俩就是一个人 对方震撼了 顾家家规 医生只能爱一个人 顾晨慢悠悠地说 你懂不懂 对方懂懂懂 顾家家训 我倒想知道 他们家到底有多少家规 穿好婚纱的那一刹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视线一点点模糊起来 恍然间仿佛回到了高中 最开始的时候 顾晨对我的话牢程度感到无语 那时候他还端着高冷校草的架子 让我闭嘴 后来他就开始耐心倾听了 甚至会在我跟别的男生交谈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坐到旁边 用音一般的目光盯我 再后来他说他搬家了 跟我顺路 以后上学下学都能和我一起 就在某个下午 我突发奇想 想要逃课 顾晨劝阻无效 索性陪我一起 我们东逛西逛 最后就去了一家婚纱店 我趴在橱窗玻璃上 露出花痴的笑容 里面的婚纱好美啊 想嫁人了 顾晨一下子咳嗽起来 脸胀得通红 那还不行 我才17岁 我疑惑地看向他 我说我想嫁人 嗯 顾晨立马改了话题 这么多 你喜欢哪件啊 都喜欢 我痴痴地流口水 要是能多嫁几个 都穿一穿就好了 那不行 少年突然搬着我的肩膀 强行去捂我的眼睛 不准看了 回学校 顾晨你松手 哎呀 我说着玩的 呜呜呜 你放手 再不松手我生气了 我气得跺脚 你再不松手 我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 这话一出 他果然乖乖地放下了 后来他对此解释说 习惯了我的话老 我不跟他说话 他难受 他总是用习惯两个字来解释一切 我现在才明白 其实 我就是他的习惯啊 我穿着洁白的婚纱 出现在顾晨面前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 凝视着我 肩膀微微颤抖 我好看吗 我笑盈盈 顾晨的眸中有星光闪烁 虽然我曾经想要把所有的婚纱都穿一遍 但我现在改主意了 穿一次就够了 只穿一次就够了 男人一步步向我走来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加深了语气 我可是把这里所有的婚纱都包下了呢 然而结账的时候 店员告诉我们 这些婚纱的钱刚刚已经有人付过了 我整一个大震惊 全部 这得是多大的手笔呀 那个先生信仰 他说 感谢你们 让他见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新娘 这天下午 我看到杨明泽的微博定位换了程式 他的微博数依旧是零 唯独有了一条个签 安好便好 婚礼现场 故臣单膝跪地 为我的无名指套上指环 他扯起唇角 尾音悠长 许熙渊小姐 你愿意嫁与我为妻 与我白头偕老 恩爱永久吗 我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 他因我学会抽烟 又因我把烟戒掉 他为我抵挡一切 就算因为受尽了伤 也只想要我开心 这样的他 我又怎会忍心辜负 我愿意 我点起脚尖 在他唇边印下一吻 因为我和你 是天赐的缘分 十五岁那年的蜀天 缠名过早 一直响彻到了今天 原来真心爱过的人再见 依然会心动 回首今年岁月里见过的那些人 你在我心中依然无可替代 往后余生 呼吸所极微风是你 心跳意是你 十五年后 一个叫顾心许的男生上了高中 他坚持办理了住宿 尽管学校附近的学区楼 都是他家建的 因为他实在受不了 他爹妈整日在家里秀恩爱 他爹甚至还得意洋洋地告诉他 这就是有老婆的好处 而顾成所谓的好处就是 上班看老婆直播美妆 下班在家伺候老婆 周末带老婆出去兜风 至于儿子是谁 儿子在哪儿子要干啥 他管都不管 幼稚 顾心许心想 他爹可真是够幼稚的 一个在外雷厉风行的大总裁 回家却是个十足的气管炎 有老婆很好吗 他就喜欢一个人 思量间 身后一抹娇俏的身影扑了过来 心许哥哥 顾心许顿住脚步 没有回头 耳朵却是悄悄红了起来 果真是你呀 女孩撞了他一下 顾心许很轻地恩了一声 和女孩并肩而行 步伐也放缓了很多 这条路 其实可以再长一点的 他觉得 心许哥哥好巧啊 我们是一个高中 我还以为你成绩 那么好会去隔壁呢 没事你在这也是 妥妥的清北苗子 哎呀 我跟你讲 我刚才吃撑了 现在都有点走不动路 我妈妈做的红烧肉 可真的太香了 你有机会一定要尝尝 刚才送你的是你爸爸嘛 你俩长得好像啊 你爸爸长得真好看 我记得你妈妈也很漂亮 很出名 女孩喋喋不休地说着 顾心许的嘴角 一点一点勾了起来 有点画牢 但挺可爱的 嗯 她就喜欢一个人 顾家家归 一生只爱一人 从始至终 我 Doctors 女孩 姐 Hil 你